今天,我们来谈人体主要的器官和其功能。 今天我们将来谈谈人体的主要的器官和其功能。 脑 心脏 肺 胃 肝 肾脏 肠道 膀胱 皮肤 brain heart lung stomach liver kidneys intestines bladder skin 大脑就像一台中央计算器,它负责您所有的思考,并告诉您身体其他部位该做什么。 脑 心脏 心脏 血液 输送到全身,并确保为每一块肌肉和器官提供氧气和营养。 脑 是由胸腔保护的,它们将空气带入和带出您的身体。 为将小块的食物混合,并分解成更小的碎片。 肝脏 在人体中有大约五百种功能,它还能在肾脏过滤血液之前清洁血液。 无法消化的水和食物从小肠进入大肠,在那里将剩余无用的部分形成粪便。 脑 心脏 是个带子,它储存和腾空由肾脏排出的尿液。 脑 心脏 是个带子,它是把肾脏排出的尿液,它离开肾脏。 当然,不是所有器官都在体内。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,它将所有的东西保护在防水层内。 它能阻止细菌和灰尘进入身体,并有传感器告诉您周围的环境,比如天气有多冷和热。 皮肤是全体的大肠。 它的皮肤保护在所有的水平。 它阻止污脏排出的尿液。 为了保持所有器官正常运作 您需要健康均衡的饮食 多喝水 并做大量运动 to keep all your organs working well you need to eat a healthy and balanced diet drink plenty of water and do lots of exercise this is Gwankan thank you for watching